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这个生态 然后呢这个我们一般讲到个体 虽然说在环境当中你很容易就看到一个一个的物种 一个一个的 比如说一棵一棵树一棵一棵草 然后你看到这个一只一只的动物 那这个都是个体 可是当我们在探导生态跟演化的时候 我们探导的不是个体 我们上次有评论的例子吗 什么 狼狈被狼狼吃 狼狈被青蛙吃 青蛙被这个蛇吃 蛇被老鸣吃 那这个当然指的都是族群 这不可能是个体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生态跟演化的时候 最小的基本单位就是主体 然后也跟大家讲到族群有一些特征 例如说族群的大小 我们用族群密度来表示 那族群的密度要经过比较才有意义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111页 所以其实族群进到一个环境当中 那这个环境不见得马上就是适合他们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一开始会族群成长会比较慢 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个体还没有很多 然后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地方来住 然后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食物来源 有很复杂的原因 所以在一开始他会长得比较慢 就是时间外就是族群大小 或者我们就讲个体的数量 所以他一开始会比较慢 那如果这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好的 当然如果环境是不好 他可能就死掉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物质 那如果环境是好的 慢慢他的族群就开始壮大 然后他们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所以数量就会这样一直上去 就会这样一直上去 那在这个时候你几乎可以把它视为 环境对他是没有阻力的 环境对他是没有伤害的 环境能够提供的这个 不管是食物啊 饮水啊 空间啊 都是不愚愧乏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曲线 那当然他会一直长上去 他会长到黑板影像啊 然后橙花板啊 碰到这个四楼去啊 那当然我也不可能花那么高啦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来表示 当他进到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环境的资源软实践对他来说是无限的 对他的族群成长没有伤害的话 你看到这个曲线看起来就会长得这样 这样的我们的意思吗 所以就呼呼呼会这样上去 那么这个叫做J型成长的曲线 J型 ABCDFG 我喜欢J可以J 而且不是J 大家知道对很多人 那你们是新时代的经验怎么没感觉啊 对很多人来讲J很难念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比较台卫的念法要怎么念 或者是J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他们会有不合逐的念法 那你现在很年轻哦 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你从来不会觉得 当然少数的例外啦 大部分状况之下你会觉得别人反而入者 然后等到你三、四、十岁或四、五十岁 你会慢慢发现哦 我竟然已经变成我小时候觉得发言不准 说话有响应的那种大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就会开始体会自己好教年纪 所以其实它就会这样上去 那为什么你可以 这叫什么X4面线有什么过呢 这就是指数或对处型的嘛 对不对 这个曲线不是就会这样上去嘛 是不是 例如说你把它想象成 二、四、八、十、六、三、十、六、四 你画出来曲线是不是就会这样突然上去 那然后呢接下来环境资源 当然不可能是无限的 它会有影池啊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交配的对象啊 空间啊 那个废弃物被处理掉的一些限制啊 所以呢 你就会仿佛环境会有一个阻力 阻碍阻振具大小无量的减兆 所以接下来 当它碰到环境阻力的时候 它可能开始找到食物的能力就变差了 因为食物也已经不够了 饮水也不够了 所以它就开始趋缓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会波动 然后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那就学数学的人来讲 他们觉得这种图太窮了 你看我座标走在这里 然后你的数据这样 哇 这样爆上去了 那你猜他们要怎么办 他们就把座标做一个转换 那一开始研究图群大小 他在实验室里面 养开细胞生物 然后分裂升级的 所以他们的数据就是 248 16 30 261 4 28 565 12 24 就这样一直上去了 那你猜他们要做一个 怎么样的转换 这个图会变漂亮 他们就给他取LOG 就给他取LOG 你学过LOG了 对不对 以前这个族群成长曲线 是在高一的时候讲 那个时候数学还没有学LOG 所以生物老师还要教医师 要同学什么叫做LOG 然后就教快爆炸了 所以他现在就改了 而且我们课也没有出现LOG 这个词了 反正我等下再带你们看 所以当我把它取了对数之后 他刚刚这个突然这样跑上去的 这个线 就会变成斜率接近1 有没有 我们刚刚讲28只有32 以2为底取LOG 直到就变成1 2 3 4 5 6 8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就会变成很漂亮的 斜率看起来像是1的一个曲线 对不对 看起来像是一个1的曲线 然后接下来到这边的话呢 会趋环然后就会破 这样OK吧 其实课本上都有啦 所以也不用画 课本画的比我画的好看多了 好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叫做什么 然后我把它画的画讲一点 我们就会把这个叫做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的 当一开始主旋在成长的时候 环境主力量来说 几乎是没有妨碍到它 那个叫做J型的成长曲线 记不记得 那这个呢这个就该叫S型 你出来是S型 不大笑 那就是这样 其实S型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会反驱啊 它是不是这样弯 然后变成融文的意思嘛 所以它英文就叫S shape 或者有一个比较难的意思 叫做Sigemone Sigemone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开始它足以成长速度比较慢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 适应期 你看一下男一的课本 给它叫做什么期 快要爆炸 它是很喜欢这个词 记不记得之前还有潜伏女之类的 你还已经改了 我还给他一直记得 他一直叫过潜伏女 好啦 没东西啦 我们讲的是新年遺词 你记得了吗 XXY 有没有 改谁带音女好像有 还是一样好笑 不管 所以我们也别的版本 或做教材 叫适应期 适应期 然后接下来的话 要命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对数期 这个叫对数期 那我们以前还要解释你 为什么它叫做对数期 什么叫做对数 不还好啦 学生都很聪明 我跟他说 他是248632 然后呢 他肯定是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2的4次方 然后我们一二维定群对数 就会变成一二三次 像同学的房子走 你不觉得LOG这样很可爱吗 那你现在学的已经很复杂了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那接下来这个叫什么期 这个应该课文写得就很好了 我们就不改了 这个叫做减速期 来问你一件事情 你看是从字幕上理解 还是从图像上面来做思考 你觉得在减速期的时候 族群大小是增大还是变小的 在减速期的时候 族群还是在增大 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在上升 那为什么要再减速期 开开看 你要不要试着 从物理的方法来回答 会不会感觉比较专业的 因为他这个时候有一个 腹的加速度 但是他的速度仍为正 这样OK吗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你们骑过脚踏车 或开过车 你从小 我妈妈就给你开车一点 然后你可以帮你拨上 我记得两年前开始直营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还开玩笑说 我把我录影的画面拨上网之后 两个星期内没有拨十万 我就离职 反正找我该离职了 一失了就要还清了 点率只有2 我每次都说点率只有2 就是我录好以后拨上网 我会点一下看吗 就有2 然后回家很好奇 再把它打开 不小心就点了 就有2 反正就有2 反正就有2 出几人出2 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 我们就来看的话就是 所以这个要知道 我刚才开玩笑讲 你可能没有开过车 可是你大概会知道 你在踩刹车的时候 踩刹车就是减速器 那你踩刹车车就是前进来车后退 对啊 你踩刹车车就后退 那应该车后有什么地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叫做稳定期 或者叫客本叫平衡的样子 我喜欢叫稳定期 不过没有关系 那当然生物的平衡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所以你会发现它在动 对不对 会上下波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在一开始 它进到环境当中的时候 族群大小在成长的时候 那这时候环境对它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阻碍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 生物的生殖潜力非常大 而环境阻力很强 然后慢慢上去之后呢 因为环境资源被使用的 已经开始捉心见肘 就变得比较会限制它族群的成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视为 环境阻力非常大 而生物的潜力 就变得很小 然后到最后拉扯之后 就得到一个平衡 那在这边比较麻烦的就是 那看你觉得 这个平衡应该是怎么样的状态 这个平衡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 例如说 像这个 有人就会认为 平衡 这个上面的话是 Caring capacity 特别像我写叫环境负荷量 看见 Caring capacity 这叫环境负荷量 那有人认为 负荷量是一个 无法达到的标准 它只有可能趋近于这条线 但是却没有办法达到这条线 那但是我们的课本前来不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课本是不是 从这 从这个上下波动的中间 拉一条线过来 有发现吗 那另外一看的人会认为 我的族群大小 就会在这个负荷量中间上下波动 然后呢 不小心太多 就会被拉回来 小的时候越往上冲 太多就会拉回来 所以我自己是喜欢黄色这条线的说法 因为它经负荷量 假设一台车 它只能够塞 只能够塞八个人 它的负荷量就是八个 你就不可能塞十九个人 懂我的意思吗 那你如果有人学过软骨工啊 或者是什么原因 然后你硬塞了十个人进去 他就说哇 他有做过负荷量 不是 对我来讲不是 对我来讲表示这台车的负荷量 他应该往上调到十五个人 懂我的意思吗 那但是每个人说法不一样 那考试的话呢 还好不搭考这个 但是偶尉 我觉得照课本上 考的好像比较作品 我说我不喜欢教大家考试 只是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 从Z型曲线 然后变成S型曲线 也就是环境负荷量 让它族群的成长 开始会受到一些干扰 开始会受到一些阻碍的过程 那总之它最后会达到一个 这个动态的平衡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反过来 接下来就简单 112跟113页 我想这个就比较简单 然后我这边就跟大家讲到 就是双目间的交互作用 那双目间的交互作用 当然它指的是不同的族群之间 别忘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 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是以族群来看 而不是以客体来看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环境 不要推过去 应该课本简单 那在一个环境当中 它不会只有一个族群 它会有很多个群 族群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叫做群聚 或者叫做群集 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讲过 族群的英文是什么 族群的英文 就是人口吧 你都比较习惯 对 就是那个字 population 群集 可以看到课本的102页 是不是 这个字的颜色 叠在你一条蛇身上 所以看不出来 有看见吗 里面有112有看见吗 好 大家有看到群集 那有人喜欢讲群聚 聚集的聚 有人喜欢讲群落 所以这边的翻译有几个 比较不同 它的英文就是社区 你们会念那个字呢 我不太会念那个字 所以我觉得那个字很难念 C-O-M-U-N-I-T-Y 就是那个字 comunity 就是那个字 好 那这个字就是族群 很多聚集在一起 所形成的群聚 或者叫做群落 那这么多族群在一起 它彼此之间 都会有一些互动 会有一些厉害 我刚刚有没有说翻过来 就简单 因为现在国中还是国小 就学过了 对不对 所以两个生物在一起 我们不要用太复杂的方法 去做思考 我们不要用太复杂的方法 去做思考 我们马上就直觉地判断 它到底是谁得到好处 或得到坏处 如果得到好处 我们打圈 然后得到坏处 我们打岔的话 所以两个生物如果在一起 如果一个得到好处 一个得到坏处 你觉得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得到好处 一个得到坏处 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叫做 是一种剥削的关系 剥削是中文 不会听的英文 没有关系 剥削 好 越听越像英文 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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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实从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那当然我们高中 没有人讲剥削这个概念 两个在一起 我们不要复杂的去思考 一方受到伤害 另外一方得到好处 那这是什么关系 这个是 predation 虐识 对不对 例如说狮子吃斑马 狮子得到好处 斑马 受到伤害 所以说predation predation predation 这个词是乐食这件事情的名词 然后被吃的那个就是叫prey 那吃别人这叫什么 快点 这是在念英文 因为这个字的英文运不好念 它的重音在前面 知道我在讲说 predation后面有一个选 选的时候 重音会放在选前面的那个音节 对不对 所以我就选这字很好念 可是它如果是predator的时候 它的重音在最前面 所以你还念 你都不知道吗 还是你们害羞 你挂了什么 creditor 它要这样念 creditor 我念predator 念好几年 不好意思 不是这样念 好啦 没关系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过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你说斑马被狮子吃 对斑马来说真的都没有好处吗 其实狮子会把斑马族群里面 老肉伤财的个体去除 总的来讲 对斑马 长远的来看也不会有事情很大的想法 那另外的话 你觉得呢 你们刚好又有人讲到了 就是两个生物如果在一起的话 一方受害 一方得利 它的关系只有是掠食之外 还有可能是什么 对 因为掠食的话 两个个体的大小不会差太多 你觉得掠食者比较大 还是猎物者比较大 很难讲欸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很难讲 对 那有一些动物它可能 例如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大蟒蛇 然后把鹰鸡羊吃掉 那你觉得大蟒蛇比较大 是羊没有大 那我讲牛好了 羊一个人觉得他不是很大 所以你要怎么判断谁比较大 你又没把他吃掉 对 掠食有那种我把你给吃了的那种感觉吗 是不是 那至于我把你吃了一条 要不要先把你弄死 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动物是你还没死 他就已经就开始在吃你了 我不知道 他就知道 非常恐怖 好 那我们先不管这个 所以其实掠食者跟猎物两个的体型 大小不会差太多 有时候掠食者 搞不好还会小一点点 别人才能讲 我讲不去另外一个例子 这就很好懂一点 猎猫跟斑马还有领羊 你觉得谁比较大 是 像是斑马跟领羊 至少长得比较高 你有大肩膀 不过也没关系 或许我举太多怪例子 你觉得很难提怪 所以就很难讲 那但是这个应该就很好懂了 那你觉得在寄生的关系当中 得力的这方叫做什么 这种叫寄生虫 然后受害的叫做厚实 那通常他们的大小体型 都会差非常多 你不可能谁叫我跳蚤 你这么大 然后你就拿刺 然后跳蚤 有你半个身体 那这样很噁心 对不对 所以他的体型大小 就会差蛮多的 差蛮多的 所以其实寄生的话 他当然也是一样 这个得到好处 这个得到好处 那我们以前会这样子认为 然后呢 对后面的来讲 如果说我一个得到好处 而且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也得到好处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属于 我得到好处 这一方没有明显的好坏 非小型是没有明显的好坏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那我们过去就会认为 这两个没有人被打叉的 那这个很好 我们就把它叫做共生 对不对 然后就有分成什么 分成互利共生 然后呢 还有只有便便得利的便利共生 这个以前大家都会 就后来天会发现 我们的课本很有趣 他们不知道是从九五将刚 还是什么就开始开 这三个被放在一起了 这三个被放在一起 因为他们觉得这三个关系 两个物种的关系会非常近 你想想看如果你 这样讲有点难听 不要讲你 如果他 如果他身上有寄生虫 你有没有发现 寄生虫跟他的关系 非常的接近 他几乎就贴在你的身体上面 或者就生活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种寄生虫是只要永远 那种寄死乌鱼 或海骨石岸那种感觉 比那种三萌 三萌海市还要更伟大 大家知道我会讲解 所以其实 宿主跟寄生虫的关系 是很微妙 但是却密切 好恶心的意思 不管了 所以我们看到 各本113页 有没有 其实我们以前古时候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更开始出来当老师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种想法 这么超多跟神兽的想法 我刚刚就讲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 这种课刚才开始 这个我们看一下 诶 绝对我开始是953刚 113页 两个生物体 生活在一起 又生活共生 然后分成散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刚刚有没有说 另外一种分法 就是这两个在一起 叫做什么 你们念我不要念 因为我发言 就是是中文 不是英文 这两个开始的关系 叫做 没关系 没关系 原来那个 听听就把他忘记 那个没有关系 因为高中很小小 好 然后接下来我想这个例子 有很多我们就不再去 国中大概都有学问 对吗 对不对 例如说什么小手鱼 跟海葵生活在一起 然后有一些好朋友 也会被那个 寄生种片的 或者不能讲片 然后就把他飞在背上 然后白蚁吃木头 就是其实会有片帽种 在墓子里面 把他非解那个木材 我不知道这个是很常见的例子 但是例子非常多 感觉好像讲完了 不是没有 有一个关系很糟糕 就是两个都打扎 那你觉得什么关系 会让两个都得到害处呢 就是competition 就是两个complete 两个竞争的话 所以竞争 竞争就是双方都守 那这个比较难懂 因为你会觉得说 有吗 竞争不是有竞争优势 跟竞争劣势的吗 那竞争优势的应该得到好处啊 没有耶 没有人跟他竞争不是更好 不是我的意思 假设你们两个一起去抢蛋糕 还是你们要抢巧克力 总会有十颗 耶耶我抢贏了 我抢六颗 他只抢四颗 然后他走在路上又掉两颗 所以他只吃到两颗 那你就说耶耶我赢了 不是 如果没有人可以抢 你可以好好的吃十颗啊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 对你没有帮助啦 所以你自己就要知道 好 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课本 所以我们看到 课本的一百一十二页这一边 我们就跟大家讲到 这个Predation 就是我们讲的掠食 那在这个掠食的过程当中呢 当然我们就会知道 一方有得到好处 然后一方就有得到 受到的伤害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也不见得是真的受到 怎么样的伤害 对不对 好表演清楚我们下来看 那我们刚刚看到一百一十二页这个图 有没有发现这个 这个旁边有没有照片 你看一只看起来很凶的猫 然后吊着一只很倒霉的兔子 那这个猫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课本把它叫山 有的版本会把它叫做大山 有的版本会把它叫做大山 然后呢 有些又分布在加拿大 所以它就会叫加拿大大山 你会觉得它是不是打错字了 那另外的话呢 它的英文是叫做L-Y-N-X L-Y-N-X 你觉得它怎么答应 L-Y-N-X 然后以前 我以前对台北市医动物园很熟啦 现在我已经不大确定了 以前台北市医动物园有样 然后翻译成这个 翻译成这个 你觉得这个字叫什么念 这个字念E 然后我们就翻成0E 不是拽喔 不是拽喔 是拽喔 是 现在还流行吗 好 4 is drag 好 所以我来讲 好 没关系 你妈 你妈 好 没关系 好啦 不管啦 所以其实0E 那当然现在有人翻译山 或大山 那因为它的那个下巴被擋住了 它的下巴还蛮苦的 你有沒有看到它两个耳朵尖尖的 然后耳朵的尖端 感觉像有一束黑毛 有没有看见 然后它的 它的这个下巴 它的下面下半张力 它的那个毛会长得这样 就这边有个剪尖 就这边有个剪尖 有一个运动用饼 一个运动用饼的牌子 是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记得过 好 一点点多 看一点点多 看一点点多 啊 我跟你讲 我在讲 它就是一张0E的这个 它的那个牌子就是一张0E的 好不好 好 今天不管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课本指导 这个肚子就叫雪肚 有人会 因为它的名字叫Snow Shoes 所以 所以 我发现不懂 然后所以有人会把它叫做雪雪 哪里面 雪雪兔 会叫雪斜兔 知道为什么 或者 雪兔 雪兔 雪雪兔 有没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数据收集起来 还蛮令人哀伤的 这个数据你知道是怎么收集来的吗 因为这两个东西的毛皮 都有经济价值 所以它们其实是从 捕获的毛皮的数量 然后来推两个物种之间 足群踏小的波动 那我们就不管这个啦 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于 两个一起波动的话 你觉得一般猎物跟掠食者来讲 前的数据数量会比较多 因为课本上看起来两个是一样多 对不对 你觉得是猎物会比较多 还是掠食者会比较多 猎物会比较多 对猎物会比较多 那它为什么可以画在一起呢 你会发现 你的歪轴是分开的 有看见 你们有看习惯中毒吗 它看得好像叠在一起 其实那个猎物的 如果它的歪轴是一样的话 猎物的会飘得很高 这样懂我的意思 然后另外的话 你觉得是谁会先变多 谁会先变少 因为这其实发现两者之间 因为山猫就是吃血吐 血吐就是被山猫吃 所以两者的关系很密切 我以狮子吃老虎为例 你现在看今天如果斑马多 食物多 狮子多 狮子多 略狮子者多 斑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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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少 狮子少 狮子少 狮子者少 斑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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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少 狮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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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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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多 狮子多 知道他念头吗 你这样去一天看 好 所以其实 其实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就会有一个很有规律的波动 就会有一个很有规律的波动 如果把它画出图来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怎麼会那么恐怖 S轴是时间 然后呢 这个Y轴是符群大小的数量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它们看起来 那大概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已经跟大家讲了 它应该一高一低才对 可是没关系 我们把它画在一起 那如果 如果它的关系是这样 可能没有 对 好 所以从这来看的话 你觉得白色跟红色 谁是猎物 谁是 谁是掠习者 先变多的是猎物嘛 我刚刚能讲 斑马多 食物多 狮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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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马小 斑马小 狮子多 狮子多 斑马小 斑马小 食物小 狮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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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马多 斑马多 食物多 狮子多 对不对 所以从这来看 白色跟红色 谁是斑马 白色是斑马 因为白色线变多 我刚刚讲的 X轴是时间 所以左边是线 右边是红 这样看得出来吗 它就会有那种 很明显的在波动的状况 那两个五种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应该就是略识 它的关系就是略识 好 如果我们都画了之后呢 我们就翻过来看一下 那这课本有很多例子 我就没有空 等一下慢慢讲 好 我不知道你会知道 我对于这种各种 有的没有的 不是很重要的 或者很重要的 一些洞出的小事 是我还知道蛮多的 不过其实 大家有空 在这个场合跟你好好地讲 非常可惜 像这个马恩特跟兔士兹 然后第一是两种生物 然后山苏会叫做鸟巢绝 然后另外鲨鱼 这个山上有印鱼 西在它山上 今天这都很有意思 我想算了吧 好 我们就翻过来看一下镜庄 那镜庄的话 这边其实举了一个 这个很有趣的例子 它就是讲两种草鱼虫 那这样这种草鱼虫的话 如果把它分开来 你看它这个因为 它方克本神版面 所以其实它这个两个就画在一起 它这个神版面 所以它其实两个图就画在一起 那两个图画在一起的话呢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 114页上面那个图 那两个其实是分开的图 它只是把它画在一起而已 不表示它们扬在一起 懂我的意思吗 是分别培养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课本上有讲 这个A是单独培养 可是它把它画在一起 你可能就很难想象 它是单独培养 所以两个如果单独培养的时候 你看都是很漂亮的 S型前角曲线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一种很倒霉 它就慢慢变少 然后就死掉了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 但是你比较之下 有没有发现它的族群大小 是不是比没有的时候还要再更少 所以是不是两个都大差 懂我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觉得说 掠食是非常可怕的关系 从这来看的话 掠食寄生会觉得很恐怖 其实没有 真正相对最大的是竞争 因为竞争的话呢 竞争比较竞争力比较差的 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离开 你行你行 这也让你 他就到别的地方去 他就迁出 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也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他很倒霉 他没办法迁出怎么办 他就会在这里举手 所以竞争反而是一种很可怕的关系 那这个课本举的这个例子 以前都还蛮想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你看他把它翻成 翻成竞争串和尾串串 你看很好懂吧 名字一印象出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谁会赢 有没有感觉吗 没有 为什么 对 对啊 金朝旅串 你可以想他闪亮亮的吗 或许你可以说他精勞啊 精湛啊 精湛啊 你会可以 就只看自己能想 然后另外的话 韦朝旅串呢 那你可以想 你们会讲台语吗 不会也没关系 我上次讲英文比较多 还是台语比较多 我是国语比较多 看一看 你看那个韦朝旅串 然后就随位啦 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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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倒霉的意思啊 反正其实 如果我讲一次美女孩 也不需要我跟你讲 这无聊事情 这应该可以记得 好 我们来看一下旁边115页 所以竞争是可怕的 不过当然啦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课本上这边讲 韦朝旅串跟金朝旅串 是两种不同的 对 韦朝旅串 可是我们讲竞争 有时候我们有讲细一点 可以讲它是inner 或者是intra space competition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它是在种内 或者是在种间的竞争 我刚刚讲了两个字 跟你们问 inter mter 是不同之间 就是inner 是在里面的意思 比如说inner inertia 因为我就是不要乱去其他的意思 inertia 是内部的利益 或是外形 好 我们先不管这个 所以其实 这个 竞争可以分成 种间竞争 不同种之间的竞争 比如说 课本指的例子 偽桃义种跟金桃义种 那同种内不同个体的竞争 叫做种内竞争 你觉得是种内竞争 比较可怕 也是种间竞争 没有 结果答案是种内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你觉得两个生物 为什么要竞争 就是因为 对 他们使用类似的 比方近资源 对 你刚想到的可能就是 气体空间或食物 那同种内不同个体 他们使用的 不叫做类似的共同资源 他们使用的其实叫做相同 不是类似 这样很类似 话说 食子要去吃斑马 那一群斑马里面 你是不是甚至可以说 他是竞争比较差的 才会被吃掉 这样大家了解吗 OK 好 所以大概就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坊变115页 那不管是哪一种状况之下 但是大部分是前面这两个 大部分是前面这两个 那前面这两个呢 我虽然不可能让你真的死光 但是其实我就会控制你的族群大小 所以在环境当中 如果这个生物 它对另外一个生物的族群大小 有控制的作用 我们就可以把它说 这个就是它的natural enemy 直接翻译就是天敌 就是天敌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特本115页 那天敌的话 又可以分成寄生型的天敌 跟掠食型的天敌 我把它用配合到特本上 黑板上的这个表台看 这样OK吗 所以其实天敌越自然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这个 特本上用的词很有趣 我们如果比较中性的来讲的话 其实不大适合讲危害 大家知道我在讲错吗 感觉上你好像站在某一方 才会用危害这个词 我其实我知道这很困难 你要去哪里找一些词 因为有一些词性 我们在这个文化之内 我们是知道的 有一些词性 它一样是这个意思 可是它有好的意思或不好的意思 大家知道我在讲错吗 但是有时候假设 除非你从小就长在英国或美国 你用这种习惯 不然有时候我们一般的人去学 你用一些类似的意思的词 都可以讲错 就是你就会发现 它好像会倾向使用在怎么样的场合 倾向使用在怎么样的场合 那那个就是我们 不是这个文化里面的人 学起来非常困难 那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啦 我就想他讲 鬼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恶意啦 不过他的重点只是讲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 在自然状况之下 跳到那一行 有没有 然后它可以影响另外一个生物族群大小 就是另外一个生物的天地 那它影响另外一个族群大小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就是略使我寄生 这样OK喔 那当然人类就会觉得说 哇那我把这个了解清楚了之后 我是不是就想看 旁边小知识就有了 不能忘了 看一下旁边就有 那这个 我用这个方法 我用它们鼻子之间像生像克 但主要是像克的这种概念喔 然后呢 就可以在环境当中 不用人去装 不用下毒药 那就可以把生物的族群 控制在一个我们农业上可以忍错的范围 这就叫生物防治团 你有空想 你觉得防治是这个字哪里 你会想到另外一个字吗 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字 自己想一下 课本的字应该不会有错啦 我只是想你有空你可以想这个 好那我们感觉上这个方法很赞 对不对 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方法 已经越来越不介意使用了 知不知道为什么 假设我这边有牙虫 课本上举个例子 我就放苗虫嘛 对不对 苗虫的英文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Blox Life 床床危机里面有一直开 他的英文名字的玩笑 然后那个苗虫一直被笑 然后在酒店还会有人跟他搭讪 因为苗虫的英文叫做Lady 好我们今天不管这个了 所以其实虽然他的名字这么Lady 但是其实他很凶 他是肉食性的 那你想想看喔 我今天如果有牙虫 特别像举个例子 牙虫 那我放苗虫去吃它 如果说你苗虫把牙虫吃掉了 那牙虫危害植物的问题解决了 那接下来那苗虫怎么办 大家知道我在讲求吗 你总不可能跟苗虫说 那有一群牙虫去吃喔 吃完之后你们就去死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那可能这样嘛 你放苗虫去防治牙虫 防治完之后呢 苗虫你有可能一只一只在把它抓掉吗 不可能 所以苗虫就活下来 就变成外来虫 所以其实生物防治法 现在在使用上要非常的谨慎 再过来你就不要用 因为人类用生物防治法的这个 感觉上易中延迟 然后已经在野外放了很多的外来虫 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生物防治法没有我们想象的 这么样的棒 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吧 好我们翻过来接下来 我们就看116页 这边我们讲叫Succesion Succ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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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会翻成消长或者是掩替 看一下116页 第一段的最后一行 最后两个字 所以Succesion 诶我这样评给听语那么长 可是没有 是不是英文单词 就是你用看的才看的进去 别人用念的你会不会听不进去 会也没关系啊 会也很正常啊 我自己也是啊 我有听别人在念 然后他拼给你听 什么东西 好像要把它写在纸上 你看说 哦原来是这个字啊 不乱看 就这样吧 好小掌 什么叫小掌 小掌就是 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 然后虚积外貌发现变化 就这样小掌 然后可以看课本上的定义 课本上的定义 看到112页第二号 群体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变 这种连续性的渐变过程 称为小掌 那我刚刚有没有讲到 我刚刚讲的一个词 你看你愿意去写一下 叫做什么 群体外貌的改变 它当然不是天待人 或突然的把它回怪 我们讲的是 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 然后做发生群体外貌的变化 那现在问题来 什么叫群体外貌 什么叫群体外貌 然后我问你好了 假设我去这个地方 你看它全部都是草 你就会把它叫草原 对不对 全部都竹子 就叫竹林 全部都树 就叫树林 会叫森林 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问你喔 森林里面只有树而已 但不可能啊 还有草啊 有写菜类啊 然后还有动物啊 对不对 竹林跟草原里面 只有竹子跟草而已 也不止 但是你一看 它的群体外貌 就是这一切在决定 所以我们听到这边听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会决定群体外貌的物种 我们把它叫做优势种 叫优势种 那第二个 你应该听得出来吧 优势种通常指的是动物还是植物 对 所以群体外貌通常都是由植物在决定的 群体外貌通常是植物在决定的 群体外貌通常是植物在决定的 动物就生活在其中 所以我刚刚演细的定义 我再重讲一次 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群体外貌 发生变化 对不对 那群体外貌呢 又是优势种决定的 所以我们刚刚这句话 又可以讲 再更复杂一点 或者我们就要更精准一点 就是随着时间序列的 推移发生优势种取代的现象 就叫做嚣张 好 我刚讲半天如果你写字够快 然后记忆体又够大了 听完就背起来 然后马上插在课本下 那你当然可以插很多东西 那如果你这样很累 那我跟你讲过好几次 我怕你想不相信 我写一下也比较快 我这样一直念很累 你们手有两根喉嚨只有一个 对不对 我应该喉嚨比较虚弱的手 还算健壮 不过没关系 我不是要训练你们 那我跟你讲 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 你现在只要抄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做群体外貌改变 第二个叫做优势懂取代 有发现吗 其实你只要抄这几个字就够了 那如果你够厉害 全部都抄 那也是更好的 所以我再说一次 什么叫小掌 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 你会发现这个可以不用写 对不对 因为课本上有类似的话 群体外貌改变 对不对 那什么叫群体外貌 群体外貌是优势种来决定 然后呢 优势种通常是植物 你会发现就是耳幻毒虫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小掌的定义 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 群体外貌发生变化 什么叫群体外貌发生变化 就是优势种取代的现象 什么叫优势种取代 想像一个地方 火箭爆发 岩漿流出来 山崩地裂 里面的石头露出来 岩漿流出来之后 有一段时间 基于复杂的原因 反正它就温度下降 就变成石头了 对不对 山崩 非常严重的山崩 里面的石头露出来 没有植物的根长到里面过 所以我刚刚讲的山崩 大规模的山崩露出来的炎石 还有岩漿冷却之后 新生成的炎石 是不是都从来没有多守护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这个环境持续下去 然后呢 风吹或者是动物带 是不是有一些植物的种子 都被带过来 那如果树的种子来 它开始萌发 草的种子来开始萌发 潜苔的种子来 潜苔的种子来 潜苔不是种子 反正其实开始萌发 但是你想想看 树跟草的种子 它是不是就开始啊 什么义乎破肿皮啊 挺起子叶啊 那这个地方 你就是石头 那你要怎么抓住石头 抓不住 然后你又挺起来 风一吹你就被带走 所以这个环境就不适合理常 对不对 结果刚好来了一种神秘的生物 我们刚刚有讲 叫做第一 因为它是真菌跟藻类的共生 那真菌它会有很细的 很小的菌丝 可以抓住岩石 凹凸不平的表面 甚至它可以伸到缝隙当中 抓住 然后再分泌酸的成分 把它给弄掉 弄破 弄碎 所以第一是不是就开始长 对不对 所以石头上面就长第一 石头上面不可能长出树来 那我讲的是很大的石头 不要想说小小的石头 然后被树跑住 那它不可能长出树来 所以不要以为是树的种子没有过来 树的种子有过来 其实这边不是很难长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一就一直在这边长 三年五年十年 三十年五十年 一百年过去了 慢慢地 堪努力是不是会把石头 慢慢地就把它给处理掉 然后接下来风 带过来的风沙 有可能会被它扣住 所以呢 就开始有了比较厚的土壤层 这个时候呢 险胎类的包子掉过来 可能就可以长了 结果险胎类一长之后 哇 它长得比较高 第一很贴 结果这时候阳光 是不是被险胎类占去了 就算第一还在 可是你这时候一去看 你可能看不到第一 你看到都是险胎 这时候优势种 这种第一变成险胎 这样OK喔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你如果再去等它 因为险胎在长 土壤才越来越厚 所以接下来长就长 长一长之后 长得又比险胎还要高 然后险胎就败下证 虽然还有 可是不在优势 然后接下来树再来 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 就会去几万号 就会从第一变成写胎 变成草 最后变成树 然后就是森林 这就叫肖长 这样OK喔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它很花时间 那陆地上的肖长 大家都往森林的方向前进 问题是走不走得到森林 不一定 大家知不知道森林 是一种很花水的环境 树是一种很花水的生物 它会从土里面 一直把水吸上来 所以这个你们是地理 还是什么科就学过 如果它这边的雨量不行的话 它就会停在草原 它没法变成森林 这个大家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会有这个方向 但是它会停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那接下来就看课本117页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看到117页的最后这一段 由以上的叙述可知 群集的消长 通常是长时间连续性的渐变 叙运变化中不易划分处明显的界限 对不对 那当然先来的这个群集 我们就叫做pioneer 就叫做先驱群集 116页就有一个字 叫做先驱群集 这样OK 然后接下来再 抱歉我们看第二段就好了 课本节这边有出名字 我们看一下116页第二段的第一 首先出现的叫做先驱者 那它构成的群集就是先驱群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后来是过渡群集 然后到最后长时间连续稳定的状态 就叫climax 听过这个词吗 就叫巅峰群集 叫OK 那它一开始这个地方就有生物 还是一开始就没有生物 这个就有差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翻过来看 如果这个地方一开始都没有生物 回到我刚刚举的例子 山峰之后裸露大块的岩石冷却的岩浆 这个是很经典的 从没有生物的地方开始 这就是primary sensation 初级消产 如果这个地方曾经有过生物 它因为天灾人祸的关系 然后被毁坏了 它就被毁为消产早期 这就叫secondary sensation 次级消产 叫OK 一般来说我刚举的例子很好懂 但是有时候 初级消产跟次级消产 没那么容易判断 你觉得淤积的湖火 是初级还是次级消产 火烧过后的当然是次级消产 人类开枕或荒废的当然也是次级消产 山峰地裂之后的 只要不要规模太大 都是次级消产 但是淤积这个很难讲 一般来说可能是次级消产 但是有一些极端的例子 会非常多的初级消产 这个很难看 你觉得初级跟次级 哪一个会先上巅峰 次级呢 如果一段 它不用从野心开始 所以简单来讲 消产就在这里 我刚好就考到这里 大家知道吗 我一开始来手心壮志 觉得我们可以把这里交完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 其实后面的东西很简单 而且课本到后面 好像地理课本 你有发现吗 在陈泰这边就是地理 跟生物消产的地方 我们讲什么森林 落叶林 草原 沙丘 是不是这样 差一点点我把它讲完 我看一下118页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故事讲完 我们很快的归纳一下 消产的哪些特性 第一个特性 它是缓慢先进的连续过程 它这个课本上有我们这么多讲 第二个特性的话 消产它是directional 它是有方向性的 我刚刚我们跟大家说 它就是朝着身体前进 对不对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第一个是长时间 然后缓慢 就是让它花时间 然后接下的话呢 就是directional 我这样念英文白语准 有些懂在这个字 directional 有方向性的 那有方向性的话呢 所以 它的结果就是 predictable predictable 对 这样发力准 就是可预测的 什么叫做有方向性又可预测 其实我刚刚讲过答案 大家知道 我不想 对 因为我们往森林这个方向前进 可是我可不可以走到森林 不知道 要看这边的地理气候 所以你看它的地理气候 你就知道 它会停在哪一个状态 这都没错吧 我们一起学过 所以这叫directional and predictable 然后接下还有它是irreversible irreversible 就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irreversible 不可逆的 什么叫不可逆 它一定是 这个第一 简单 草 树 它不可能 树突然变成草 然后变成简单又变回第一 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我们刚刚会跟大家讲 可是你不是说有刺激消长吗 你今天长成森林了 然后火灾 就在森林大火 它是不是又退回又从草开始上 那你觉得这个叫不叫做reverse 这个叫reverse 这个不算 这个是受到饒供 之后退回消长早期 懂什么意思吗 这个不叫做肯定 因为它退过来之后 还是会往随着走 退过来之后 还是会往随着走 不管它退到投言 它都还是往随着走 这样懂我可以走 所以消长 它其实会受到偏灾冷祸的干涨 它会退回消长早期 可是它依然是perventional reversible and irreversible inreversible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 哇不要耽误你们下课时间 哦对了还在录影 所以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你不要太高兴地站起来 你如果不想再录到 你就不要看后面 好它就会录到你 每每每每 会瞅瞅的被影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小心 因为我一种人是不小心的 我看影片看到最后 会发现最后 他的脸部暗满了整个人 可能不是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我以前 就是他们现在 大一还大二那一届 有个中间 每次我一路 他就要回头毕业 刚开始上课跟下课的我意思 这样 你要这样我也不会阻止你了 好 下课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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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